那一个L流的基本概念 基本概念就是我们的数据源当中的数据 会像流水一样流向我们的程序 然后程序当中的数据也会像流水一样 去流到我们的目的地是吧 那然后现在咱们在这的时候呢 我们先来看一个这个概念 这个叫做流的一个分类 说根据流的方向分什么 根据流的方向分数据分输入流 就是通过数据源到程序就叫输入流 输出流就是通过我们的程序到目的地叫输出流 那然后在这呢说这是方向吗 然后根据处理单元分字节流和字符流 字节流所用到的 咱们在集合的时候学到的叫接口对吗 咱们在l流这我们要学n多抽象类 集合那叫接口 l流这叫抽象类 那按照字节流去读取数据的输入 我们叫做input stream 输出的叫output stream 这是按照字节的 还有按照字符的按照字符的叫做reader 叫读reader叫写 然后看一下在这呢 这个是什么 这是我们的数据源 这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们要通过咱们所编写的输入程序 把我们数据源当中的数据复制到目标文件 那它需要做什么 需要将数据源和程序之间搭一个管道 你是不是有管道啊 数据源和程序之间先搭一个管道 这个管道它流的数据 我们把它叫输入流 然后呢 你输入流当中获取的数据放哪 输入流当中获取的数据放到中转站 放到一个中转站 这个中转站可以是一个变量 也可以是一个数组 这个中转站可以是一个变量 也可以是一个数组 将咱们就先讲说变量吧 将从数据源读到数据处放到了变量里 再将变量当中的数据通过输出辽在 写进文件就能够达到复制文件了 中转站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是分类分输入和输出 按照处理单元数分字节和字符 然后在这的时候说 根据功能不同还分为节点流和处理流 说数据源直接和程序相连的 我们把它叫做节点流 直接还有一种叫什么 处理流 不直接连接到数据源或目的地 是通过其他流的封装 主要是用来简化操作和提高性能的 这种你用过吗 你用过呀 Sicanner呢 Sicanner Sicanner的小破号里你写的什么 你写的 Sica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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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的本质是什么 它的本质就是从键盘获取一个字节 它的本质是从键盘获取一个字节 然后通过Sicanner给它加工处理之后 就变成啥了 经过Sicanner加工处理之后就变成什么了 NiceInt 获取啥的 整数 Nice获取字符串 NiceDouble 获取Double数据类型 Double类型的数据 那这些都是Sicanner给它的加工 实际上你从键盘获取的任何的东西都是自己 只要只是通过Sicanner加工变成了Double 变成了Int 变成了死去 那这个Sicanner就是干什么 Sicanner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简化操作 什么叫简化操作 因为无需我们再处理了 无需我们再处理了 我只要掉NiceIn的方法就能得到整数 掉Nice的方法就能得到字符串 它帮我们做完了这个工作 那然后我们再给如果这个听不懂的话 再给你举个例子 这是什么呢 井 井水 大河水 大河水 什么叫做什么叫做节点瘤 就是这个井 直接从井里拉了一个管道 拉到了你们家里 然后呢 这个井水和你们家 直接拉了一个管道 是不是拉到你们家里了 你们家里那自然水一开 井里的水就咕嘟咕嘟咕嘟 往你们家这 往你们家这流水 然后呢 你就做一个活 接一把 绝一把管 绝一把管 不知道啊 就是 绝个屁股 给他啊 水流到你嘴里了 这叫啥 没听过 这么高端的字都没听过 你今晚试试去 这叫啥 这个就叫做 这个就叫做节点瘤 有这种节点瘤吗 我告诉你 这个节点瘤真有 在我们老家 我们老家是吉林的 所以我们老家是吉林的 我们家那个农村 农村的喝的水 不是自来水 我们家的那个水 就是自己家打的井 就地下水 说白就地下水 就是打了一个井 打了多少米 我也不太清楚了 然后就从那井里 到整了一个管 最N多年前 我告诉你 在我小的时候 你知道我喝口水多难吗 在N多年前之前 我喝口水是干这活 压水 有这个往下压的 你那个往上提的 那种很累的 然后往下压 会省力提一些 就是那个 这个是个井 完了到时候呢 你有个 有个那东西 往上这么烙 使劲烙 把水都出来了 是从井里 从井里 直接把水拿出来了 对吧 直接把水拿出来之后 那你只能说 这个水 这个井和你们家之间 这叫节点流 对吗 是吧 或者老说的那个 你们家喝水 就是这么喝的 水直接流到你们家了 反正这是有开关 现在现在高级了 现在高级了 就是有个 我不再让你淋水了 太费剑 有个机器 可以从地下往上抽水 把那水抽到你们家之后 然后你就做一个活 你就在你家的水那里等着 天天喝一口水 这样啊啊 完了 喝一口 再啊啊喝一口 这样行吗 不行啊 所以在你们家 会经常有一个这样的东西 有一个这个东西 你们家那叫水头 我们家这叫水缸 我们家那个叫水缸 就是将那个 将我们家的井水 这块开关 一样开关之后 那个水就流到了 我们家的这个水缸里 当这个水缸流满之后 这边一关就完事 那你说这个水缸叫什么 这水缸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叫中转站 这个水缸就是我们所说的中转站 因为你下次喝水的时候 你上水缸里垮就行了 对吧 今天入了吗 没毛病吧 没毛病 那咱们就继续啊 刚才说的这个节点流 你知道了吗 这个节点流就是这个水井当中的水 通过一个管道 直接流向你们家 然后流向你们家 你们家得整个容器来盛它 对不对 那盛的这个容器 我们说了 我们家的确用的是水缸 那这个是什么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叫做中转站 因为当你在喝水的时候 你不是 你不是直接捐一个管那样喝 你是不是从中转站里去拿水喝 对吧 你在这个中转站 刚才有同学说的是那个水桶 我说水缸 那你说到底是水桶还是水缸 无所谓 因为它们唯一的区别就是水桶的容量小 水缸的容量是不是要大一些 就中转站可大可小 是不是 那你说中转站可大可小有区别吗 有啊 可能我要是用一个水缸的话 这一缸水我可能喝两天或者三天 是不是 我要用水桶的话 可能一天就没有了 是这意思吗 那你说是水缸好 还是水桶好 水桶的话 它就需要经常跟数据员打交道 因为你这水桶的水装是少吗 没了是不是要跟数据员打交道 没了是不是要跟数据员打交道 而我的水缸它就容量比较大 我可以减少访问数据员的次数吧 是吧 那这个叫什么 这个东西叫做节点瘤 是直接跟数据员打交道的 听清楚了 什么叫包装瘤 但是现在我跟你说 现在农村的喝水要比像我小的时候要高端了很多 因为什么 我小的时候喝的那个井水告诉你们 那真的是有点甜 有点甜 但是现在的这个水 由于说工业的发展 我们的江水也好 河流也好 是会受到不同种层次的污染 所以现在经过污染之后 那我们的这个井水在直接流向你们家 你直接喝这个水就容易给人造成问题 是不是就容易给人造成生病 那么这个水井当中的水 它要不会直接流向你们家了 它会流入到一个叫水塔或者是自来水公司的地方 水塔或者是自来水水公司的地方 那这个水塔或者自来水公司的人要干什么 他要对这个水进行处理 过滤 就说白了就是对这个水进行处理 然后去掉有毒物质 然后紧张 经过处理之后的这个水 再流到你们家里 听见语了吗 然后流到你们家里 你们家再使用钢也好 铜也好 再继续去存储它 那这个东西是不是依然叫中转战 那你看一下 像这个说 你们家的这个水是直接跟数据员井水或河水相连的吗 不是 因为你们家是和水塔或者是自来水公司通过管道相连的吧 是不是 那这个就叫做处理流 听听懂吗 是经过处理 你没有直接跟数据员打交道 或者你直接没有跟水员打交道 是经过处理之后 才流向你们家的 是吧 那现在问 流到你们家的水还是那个井水了吗 不是了 是经过处理之后的水了 对吧 所以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 像我小的时候的时候喝水 从来没有出现过 说喝不上水洗不上脸的问题 因为那个水井就在我们家 因为每家一口井 你直接开个 或者大不了我自己手动压 我也能给他整出水 对不对 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什么 现在的时候 有一次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到有一个老师来 有一个老师是拎盆来的 从家来拎盆来的 拎个盆 带着牙刷牙膏 手 你带的可全开了 上那洗手间呢 去洗脸刷牙去了 为什么 家里停水了 不是水井没水 是自来水公司把水给你停掉了 那你导致你家就没水了吧 那没水怎么办 那你这个时候 你是不是就得想别的办法了 对吧 那也就是说 我使用这个情况 这什么关系 说如果水塔这边 把水直接给你断掉 你家里面这块就不会有水了 对吧 那或者说 我什么呢 或者说 井水经过处理之后 在水栈 我的自来水公司把水给你断掉 你有水吗 没有 所以我们上中学的时候 我们宿舍那个老大 人家都管他爸爸叫一个名字 叫水龙啊 因为那个自来水公司 那个自来水 他爸爸就负责他们家那块的用水 他爸爸只要按一按钮 这片就有水 他爸爸把这按钮关了 这片就没水 所以这片人给他把企业叫水龙啊 所以呢 在这的时候说什么 你经过处理的水之后 怎么才能够到你家 在这还需要做一个工作 flash 叫刷新 刷新才能去到你家 如果这边 这边井水一直流入到水塔 没有问题 但水塔这边不给你发水 你家也没有 那一会咱们再去说这个刷新的问题 那现在你知道什么叫节点流 什么处理的了吧 那然后说 节点流是处于IOD线的 请问 就是那个 你们家自来水 那个水龙龙流出来的水 是井水吗 说不是井水 但是它一定是井水过滤的 对不对 所以处在第一线的 是不是还是那井水数据源 节点流 然后呢 那处理流干什么 处理流是对其他流的进行处理 目的是提高效率 或什么操作的灵活性 那当我们一会儿去讲完 IO流的时候 老师告诉你 在如何从键盘 你键盘获取到所有的数据 都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 怎么才能够给它变成字幕状 你就知道斯坎盘给你做了多大的功夫了 那咱们继续来看 在这IO流的一个体系 告诉你叫Input Stream Output Stream 叫做字节流的附类 是抽象类 它有叫做字节输入流 叫字节输出流 它里面有很多个子类 包括子类以及间接子类对毛 那这些东西我们只讲一部分 只讲一部分 只讲一部分常用的 那再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这个叫Write和Rader 是字符流的两个负类 它里面也有好多个子类 那现在老师来给你画一下 我们现在在学IO流的时候 我们应该这样去学了 这样去学了 也是画图 但是这个图怎么画 等会儿让我找一找 我们分四块 这四块分别是 先分上下吧行吗 我们这回在学的时候 分四块 先分上下 看到了吗 上下两部分对吧 上面这一部分 整个上面这一部分 我们都叫做字节流 下面这一部分 我们叫什么 字符流 字节跟字符的区别 就在于这 这叫四个字节 这叫两个字符 谁的读取效率快 字符 你在读中文的时候 是不是字符读取快 是吧 那这个叫 但是字节流叫什么 告诉你字节流 还有一个专业的名词 叫做万能的字节流 什么叫做万能的字节流 什么 歌曲啦 视频啦 音频啦 图片啦 只要能存在计算机上的 都是按照字节去存的 所有存储在计算机上的东西 都是按照字节去存的 那也就是说 你想复制一个图片 想复制一个歌曲 想复制一个视频 那通通字节流都能给你实现 但是字符流 在只能字符流比较有局限性 它就是用于处理谁的 字符的 像图片 音频 视频 使用字符流行吗 不行 使用字符流会乱掉的 你只能使用字节 但是字符流用于处理什么 字符流用于处理 比如说像小说类的网站 下载个小说啦 上传个小说啦 这种会用我们的字符 会用字符 我不知道你们看过这小说没 如果你看到收费的部分 它是按照字符去收费的 我跟你们说过没 我曾经看过一个小说 花了可多钱了 说过没 没有啊那我说一下吧 我曾经看过一个小说 就是那个我比较喜欢看什么呢 我比较喜欢看公斗剧 公斗剧 公斗剧 对中文照我都看二楼边了 我告诉你 你看的是什么 你看的叫剧情 然后我看的叫思想 咱不在一个层面上 是啊 前两天我还看我同学 前两天我还看我同学 那个发了一张图片 他本来是想发的规律的照片 然后结果让我看到背景了 背景是真玩传 我说哟 你怎么还看这玩意 复习一下 有点忘了 我说好样的 是吧 我说复习一下剧情 有些忘了 然后呢 我就看了一个小说 一只小说也不是我 其实我本来没这爱好 就那天拿手机这么一点 别人点一个小说 点一个小说就看着呗 看看后来告诉我说 收费了 然后后来收费了 我说 哎收费就不会看了嘛 我告诉你 你在做心理斗争 你这心理斗争是很痛苦的 你知道吗 我就敢斗争 我看了 到晚上 到晚上 哎呦 花二十块钱再看一点 完了我就充了二十块钱 充了二十块钱 那是买多少个字符来着 那二十块钱 我都能买一本书了是不是 那还能看不完 二十块钱 二十块钱之后又看了两天 看了两天告诉我又不够了 又不够了 还得充 这回告诉我充四十 我现在四十 哎呀这么贵 我就看着各大网站开始搜了 有没有这本书 我买家看 搜搜搜搜搜 没搜着 没搜着 又逗争了一天 哎呦 你二十多花了 再花四十了 我还又花了四十 花四十看完之后 完了又看了两天之后 又告诉我还收费了 还收费了 我寻思啊 这还有多少啊 我都花六十了 我都购买好一本书了 这都花六十了 然后后来我寻思 这还有多少啊 后来我看了一下 我以前没发现 那有个简介 后来我就看了一下简介 后来当时看完简介 我就不再做心理斗争了 还有十来万字呢 我估计看完这本书 怎么也得花个千八的吧 对呀 我刚开始 按照字符 那你那个二十块钱 能买个一两万字符 我现在一两万可以了 你这书能有多少个字啊 我现在一两万可以了 后来的话我就发现 我都交了六十块钱之后 后面还得有十来万呢 交不起了 真交不起了 后来我就写算算了吧 不看了 就斗争了好几天 这会不斗争了 一看到那么那么多 不斗争了 就干脆不看了 也说像小书这类网站的话 它通常是按照字符收费的 它会说整个有多少个字符 然后按照这个去收费 是吧 那然后现在咱们说好了啊 那这个说算什么呢 字符是用于处理什么呢 字符流就是通常用于处理文本的 不一定是文本文件 你的word的文档里头 是不是也是也存文字了 是吧 所以这是用来处理文本的 会使用字符流 那什么情况下会使用字符流 啥都行 万能的字符流 一切来者不拒 都使用它 都能给你完成 然后呢 那咱们说 这是不是按照处理 单元分字符和字符啊 然后咱们说什么 像这中国 这叫四个字符 这叫两个字符 所以会使用字符流 处理起来 是不是比较方便 那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除了这两个之外 我们刚才分完上下了 现在 不是 刚才分完左右了 现在来分上下 现在来分上下 不是 刚才分的左右 现在来分 不是 刚才分上下 现在来分左右 对吧 上下 上面叫字符流 下面说叫字符流 那现在说分左右了 左边叫什么 左边叫输入流 右边叫输出流 所以整个这四个 字符 输入输出 对不对 可以归纳出四大抽象类 四大抽象类 第一个抽象类 连在一起 就叫字符 输入流 这叫字符 这叫输入 连在一起 就叫什么 字符 输入流 而字符 输入流的 顶层的 G类 就负类 叫Input Stream 它是一个 IbStrike 是一个抽象类 今天不讲接口了 接口在集合里 都讲完了 这个叫抽象类 IbStrike IbStrike 这是不是叫字符 输流 那这边连在一起 就叫什么 字符 输出流 那字符 输出流的 这一个负类 字符 输出流的 这个负类 叫 Output Stream Output Stream 那它也是抽象的 但是这个叫什么 字符 输出流 输出流 那下面这两个会组合吗 字符 输入流 那字符输入流 叫 Rader 字符输入流 那这个连在一起 就叫什么 Writer Writer 它也是抽象的 连在一起就叫做 字符 输出流 看到了吗 那这个是我们的 在学IO流的 叫四大基本抽象类 四大基本抽象类 分别叫字符输入 字符输出 字符的输入和字符的输出 你都知道 字符一定会对自己人 字符一定会对 字符 这样它们才能匹配起来 那我们现在来看 在这的时候 在看什么 那再看一下 这个叫做 file input stream 叫什么 先不管前面这个 反正叫input stream input stream 是不是叫字符输入流 它前面加了一个file file的意思是什么 文件 所以连在一起 就叫做文件的字符输入流 那告诉你实际上是什么 输入流找数据源 输入流去找数据源 它叫file 不是file 不是feel 不是feel 有些老说feel 这个我特意查过 这些i i 是这个 这个是这个 这叫file 我特意查过 看到前面这个 我给你加上红色的了吗 这叫树流 对吧 输入流找数据源 就是数据的源头从哪来 从什么 文件 因为前面单词写的是file 对吗 file说明数据源 是文件 那咱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要做的事情是不是 先跟我们的应用程序 把管道来搭好 然后呢 我们再看有哪些方法 这个方法叫read 这个叫Io包当中的 Io包当中的叫input stream input stream 告诉你是抽象类 是数字节流的所有类的一个超类 对吧 然后看一下它的方法 它的方法叫read 从书流当中 读取一个字节 读取一个字节 读到的是什么 读到的是一个0到255之间的值 读到文件的末尾为负一 看到了吗 读到文件末尾为负一 读不到数据了就为负一 它能够读到就反过的是0到25之间的一个整数值 然后下面是什么 下面这个方法是叫 如果你把这个read 它是不是一次读一个字节 读一个字节 读的内容少不 少 你的中转站就是水缸 这个是什么 将数据读到我的数组当中来 这数组你是不是可以设大一点 那就是你的水缸 就一次可以读好多数据了 然后呢 那这个是读到的是 将读到的数据放到我们的数组当中 如果读到文件的末尾为负一 那这个反过的印的是什么 这个反过的印的是读到的什么 总字节数 而你刚才那方法读到的是 你读到的是0到25之间的一个整数值 而你这个的印是一个读到的个数 字节的个数 然后呢 那我们现在来看这几个方法就行了 先看一下我的磁盘吧 我的磁盘这个当中 泰斯的对吧 泰斯的我先给你少点写 这叫什么IPC 是不是写了三个呀 那首先咱们说输入流 是不是得找数据源 那建个包叫 com.北京商场.input stream 这个类叫泰斯的input stream 然后呢 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首先得是什么 词盘上文件确定了 就是泰斯的TST 那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数据源与谁 与程序 开始这个咱们起的要支付 先修路 先搭建管道 然后我们那文件当中数据数 才能通过管道来连接了 那搭建管道 那我写上 我写叫什么呢 我写叫input stream 这叫负类吧 new file new file input stream 这叫什么 这叫负类 new子类对象 别捣错包 捣IO包 这叫负类 new子类对象 是不是多探 然后数据源告诉我是一个文件 那文件我可以怎么写 我可以直接写 file new file 文件是谁 D盘的tis.txt 这是不是我的文件 然后将你的file说放进来了 对吧 将你的文件放进来了 异常先整上去 那这个就是管道和扎了程序之间搭建好了 搭建好了之后怎么办 开始读取数据 读取数据怎么读 我直接给你打一输出 is.ray的读一个 is.ray的读两个 is.ray的读三个 我里面有几个 is.ray的 就是读四个 然后有一长 一长还整上去 一长还整上去 然后最后现在读完了吧 读完了开始将水龙头关闭 是不是要close 现在开始看 看这 D盘tis.txt 看一下它告诉我什么 系统找不到指定文件 那这块就写错了 叫谁 is.ray 然后现在看一下 97 98 99 分别是谁 A B M C 这分别是A B C 那然后它最后一个 反位是多少 我再来两班 我在这看什么 负一 只要读到的文件末尾 就为谁 负一 对啊一次读一个 一次读一个 是不是读到文件末尾为负一 但是关键的问题是 你要是如果不知道 你要是不知道 文件里有多少数据怎么办 如果不知道文件里有多少数据怎么办 对 刚才我看谁说对了 由于你不知道文件里有多少数据 肯定应该用循环了 说肯定用循环 你不知道有多少数据你是不是用循环 而且 因为价值一算肯定会用well 为什么 因为次数固定用for 现在咱都不知道有多少数据 叫次数不固定 那次数不固定的用什么 well 那这刚才我跟你读 读完了吗 是不是读完了 那你可以在这写 叫什么呢 叫 int b is.read 那这个是什么 b是什么 b冲来中转站 就是将读到的数据放到变量里 这一次只能放一个 将读到的数据放到变量里 那然后紧接着 我怎么知道读完没读完呢 如果这个b 要是不等于负1 这个b要是不等于负1 我是不是就将b输出 然后紧接着怎么办 is.read 再读到的数据 再复给b b是不是再回头继续判断 这叫初始化变量 这叫条件判断 这是不是就改变变量 所以现在看一下 979899 因为当读到最后一次负1的时候 是不是程序退出了 对 循环退出了 那我想看 我写的不是979899 我写的是ABC啊 所以你可以 强制类型 转换 将读到的这个数据转成什么 差了一起哦 你看一下 就是什么 ABC 是不是啊 那现在使用A6能将数据读取过来不了 那问循环执行了几次 循环执行 循环执行了几次 在这输出一下什么 抗糖 输出一下抗糖 执行了几次 三次 循环执行了三次 判断了四次 判断了四次 执行了三次 因为第四次判断不成立为负1了 数就没进来 那这一段代码你能看懂吗 我先读取放到中转站 然后判断一下 要是不等于负1 我是不是打印输出 然后紧着再读再给币 再拿币数再去判断 是这意思吧 那这段代码 1 2 3 4 5 6 总共几行 6行 是不是总共6行 我可以简写 你看一下我的简写你能看懂吗 这叫印的币等于流 这是什么 中转站干什么的 用于存储 读到的谁 是不是用于存储读到字节 然后紧接着 我这样写你看得懂吗 将读到的数据付给币 再拿币去判断等不等于负1 要是不等于负1的话 我在这就直接输出 简化代码 看一下 简化代码 一句两句三句四句五句六句这几句一句两句三句四句加括号五句 也说把这儿的时候工作做的比较多 这儿的时候做了几件上两件上小括号提升运算提升优先级 我这时候加了一个小括号 它的意思是你先读到的数据去付给变量币 然后呢付完之后再拿变量币去和负1去比 要是不等于负1是否才直接下面的工作 那这个叫什么 这个中转站比较小 循环执行了三次对吗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另外的一个 把这段代码叫做Ctrl加C Ctrl加V 然后呢现在来修改什么呢 来修改中转站 这个是什么 循环执行的次数 那中转站是什么 这回我把我的中转站变得大一点 我写1024也就说我的这个数组最多可以存1024个字节 是不是 那然后呢再写一个Internet等于什么 这个是什么 用于存储读到的字节的个数 看听懂了吗 然后现在怎么读呀 现在就这样去读 现在这样去读怎么读 I is.rate 是不读到这个字节数组里 读到这个字节数组里 你读了多少个是不 复给L1了 如果读完之后判断要是不等于负1 我是不是就输出 怎么输出 你读到这个字节数组里 从这个字节数组当中 所以为0的位置开始 一直到L1N个 从字节数组当中 所以为0的位置开始 一直截取L1N个 组成一个字符串 借助了死寸的构造方法 然后现在看一下 循环的执行次数 循环总共执行了一次 你一个一个的读 这是不是一个一个的读 循环执行几次 三次 循环判断了四次 执行了三次 你是要读一个 读一个 对吧 那现在是什么 现在咱们使用这个二招 这是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的水缸 现在是不是大了 你从文件当中读取 你一次性 你一次性可以读多少 一次性可以读1024个 但是我原文件当中只有三个 我只要访问词盘一次就够 说访问词盘一次就够 是不是 然后呢 再给你举个例子 说这个哪一个好呢 这个是不是 一次性减少了访问词盘的次数 就跟什么呢 就这样的 你说杨老师天天来上课的时候 你看到了吗 杨老师天天来上课的时候 拿的是这个杯子 我天天来上课 我要打满满一杯子水 然后呢 当我讲累了 我就喝一口 讲累了 我就喝一口 我是不是一直在从我的 这个杯子是什么 杯子就是我的缓冲区域 我从数据员 从数据员就从那个打水的地方 是不是接满啊 接满回来 接满回来 哇 喝完了之后怎么办 喝完了之后 说明缓冲区域里没数据了 缓冲区域里没数据了 我是不是再去打水 那这样的话 他每次假设我这杯子中1024 我每次是不是都能打1024毫升过来 然后第二次再打1024毫升过来 是不是 那我要是每天上课就拿着一个盖来 我每天上课拿着一个盖来 然后呢 干什么 我又讲了两个 讲了一会儿 渴了 喝一口 然后 然后你们就在这等 所有人都等着 我在这边我去打水去了 又打了一口放在这儿 讲了两分钟 我又喝完了 你们继续等着 我又去打了一杯水 又打了这点 又喝一口 好精致啊 没了 然后你们就说老师 你们上课上的也累掉 因为讲了一段 刚开始的时候没进入状态 刚进入状态又断了 刚进入状态又断了 然后呢 我也一直在干什么 我一直在练走步 出去进来 出去进来 我是不是也累掉 对不对 所以那你说 你说你用这 这个小的杯子盖 是不是加大了什么 加大了访问数据员的次数 没了就访问数据员 没了就访问数据员 就喝一口访问一个水源 喝一口访问一个水源 这是不是效率太低了 而我的这个buffer的 这个现在就相当于什么 就相当于我的杯子 我每次不需要再上打水呢 我直接从杯子里喝 这是不是就可以了 它的目的是干什么 也就是说你使用这个缓冲数组 它的作用是干什么 提高效率 是不是 再来给你演示一下 现在已经给你演示过了 我们的这个循环执行了三次 来读三个字节 我的这个循环 循环几次 循环一次 是不是就可以读到三个字节 那现在再来看一个这个东西 咱们就把所有学过的东西 都用一遍吧 写个Long 开始的毫秒值 到这儿是否拷贝完遍 到这儿拷贝完遍 我们再来写一个叫做 Long类型的 And Stat Sat 然后要输出什么呢 我要输出的是 从文件当中 每次读一个字节 一共读三个版 使用了多长时间 谁 And Stat 是吧 And Stat 你看一下 我们读数据 一共使用了 好快啊 是吧 好快 给你换一个 地盘是吧 地盘是吧 可以读啊 乱码 有一些乱码咱不管它 乱码的东西不管它 看到这个效率了吗 这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 看到这个效率了吧 到现在 到现在还没读完呢 还一直读着呢 我想让你看的是这个效率 看到了吗 现在不用看了 基本上看出来了 反正现在还没读完呢 是吧 你再看一下 用这个缓冲的 咱们看一下 能读多长时间 我这个缓冲可以射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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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会有乱码啊 你不用管乱码的事儿 乱了 乱了 因为这里面有汉字 一个汉字占两个字节嘛 一个汉字占两个字节 他先读一半过来 再读另外的一半过来 这就对不上了 效率也不太高 效率也不太高 我看看能不能找一个 比这个小一点的 读什么呢 读什么呢 这个啊 读数据啊 地盘 这是一个图片吧 我觉得这图片 是地盘吗 是地盘还是一盘 我搞不清楚了 一盘 那在这的时候 给他改了一个盘符 一盘 现在看这能读多久 总共他肯定会乱的 因为我在这干什么 我在这不转叉了吗 我在这转叉肯定会乱掉的 你不看这些东西 但是他告诉你 个十百 接万十万 毫秒毫秒 是不是 然后你再看一下 这个记住了啊 138630 记住吗 先写一下吧 138630 是吧 那再看一下 我告诉你 这个还是会乱的 你不用管它乱不乱 这是API 啊 这是API啊 13秒啊 136 136 比它扩大了多少倍 一千倍 一千倍 是一千倍吗 应该是一零二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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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是一零二四倍 因为你这个是一个一个读到 这是不是一个一个读到 你刚才看的那什么 你刚才看 等会儿再看一下 再看一下这个 我这个等会儿 再来一句 这个是开始时间 这个是按的 是不是结束时间 然后再看一下 一共花了多少时间 你刚才看的那是什么 刚才看的那得到的是 要循环执行了多少次 刚才看的是 循环执行了多少次 然后现在你再来看一下 不用管它乱不乱 他怎么这句话没输出来呢 肯定输出来了 哎呦 输出来了 我知道在哪了 你知道在哪吗 我好后悔 我好后悔啊 我前面应该加个杠恩 1692秒 然后呢 一共循环执行了1300 不是18138630次 是循环执行的次数 也就是说 一共有这些个字节吧 138630对吗 是不是这个图片大小是13 138630啊 你读了这些个字节 然后呢 一共使用了1692秒 毫秒毫秒 然后在这的时候 我也前面加一个杠恩 你再看一下这个啊 36毫秒 然后呢 一共访问了瓷盘136次 一共访问瓷盘136次 而刚才你按一个字节 一个字节 是不是访问了多少万了 访问了个时百千万十万 访问了13万次瓷盘吧 就一个字节 一个字节 访问了这么多次 而我们加入了我们的缓冲之后 加入了缓冲之后怎么了 效率提高没 加入了缓冲 也说你的这个中间中转转设的大一点 是不是可以减少访问瓷盘的次数 那这个叫读取 这个叫读取 那我如何来实现写入呢 我如何来实现写入 可简单了 贴 那这是个读取数据 读取数据的话 老师把这两段代码都给你沾过来 这个是读取的时候 Io流的第一个 咱们给大家讲的叫做 字节输入流 叫Input Stream 那然后它的一个什么 又找不着了 找不着光标了 叫做数据源是谁 文件的叫FileInputStream 说从文件当中来获取数据 来获取数据的话 然后呢我们用到的方法有这样的几个 第一个方法叫RAID 叫什么每次读一个字节 是不是读到是0到255之间的整数 那然后读到文件的末尾为解 FileInputStream 还可以这样写锐的 还可以读到我们的字节数据当中来吧 每次读 每次读N多个 是不是读到我们字节数据当中来 每次读到的数据 每次将数据读取存到哪里 存到Bit类型的数据中 然后呢返回值上读到的字节到各数 读到文件的末尾为解 复一 是不是用到这样两个方法 那然后紧接着 那这个是什么 一次读一个字节 一次读一个字节 那文件里有多少 不知道我得使用循环 是不是下面这段代码就可以了 那然后紧接着读到什么呢 读到缓冲数据中 你这缓冲数据就说明你的中转站 就你们家的一样容器大了 就开始变成水缸了 那读到我们的字节到这个数据当中来 读到字节数据当中来 老师刚才已经给你看过了他们的效率问题 这个是需要访问13万次磁盘 而这个只需要访问136次磁盘就可以了 它所需要的时间是不是只是三十几毫秒 而我们上面这个需要一千多毫秒 是不是 加入缓冲数据之后就中转站大了 它的效率是不是提高了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下面一个叫什么呢 这个叫输入流是不是 这个叫输入流 那再来看一个叫字节输出流 字节输出流 叫 output stream 那字节输出流 我们找目的地往哪里输 fail output stream 那请问目的地是哪儿 目的 目的地是什么 文件 目的地是文件 那它的输出方法 你可以这样写wwrite 一次写一个字节 你还可以什么呢 你还可以wit 你还可以将一个字节数组当中的数据 将字节数组中的数据写入文件 是不是可以写多个了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应该怎么写 三句代码搞定 对 就三句 多一句 你请吃饭 三句代码 叫test fail out put stream 是不是 我说三句代码 就三句代码 第一句 一定是什么 与 应用程序 这是咱们程序吧 与谁 与目的地搭桥 目的地之间 这个叫搭建 桥梁 或者搭建管道 你是不是得把这管道写好了 然后数据才能流过去 对吧 然后第二步 我告诉你 第二步 叫写数据 第三步 我都说了 多一句 我都请你吃饭的 这叫关闭流 第一句 目的地是哪 多泰白 output stream 是吧 目的地是什么文件 nial file output stream 文件 我直接写了 a.tst 可以吧 因为你发现 我的词牌上 真的没有a.tst 看到了吗 然后现在呢 写数据一次写一个 就os.right 你想写谁 97 os.close 关了完事 一场一刨 三句代码 一句不多 三句代码是吧 我才不加一场呢 完事了 a.tst已经出来了 里面的内容 a 你想输啥呀 你想输49啊 你想输49啊 我刚才是不是换了换了 我刚才是不是写了一个49 看里面a还在不在啊 49 a.tst 是49的 对应的a.tst 表中就是汉字一 a.t 哪去了 覆盖了 对让一吃了 覆盖了 我不想覆盖 我想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追加 你后面写个处 在原来的基础上追加 所以一遍 两遍 三遍 请问这里面有几个 a 四个 啊 这是不是一次写一个 我还想写一个什么 我想一次写多个 这是什么 一次 一次写 一次写一个字节 是不是 我就告诉你 现在把这句话注写掉了 我看人家写了 我要写一个什么呢 Welcome to Beijing OS.write WELCOME Welcome to Beijing 这叫自无串对吗 自无串当中 我让你赠送的那个方法 你记住吗 赠送的那个方法 叫Guide to Byte 可以得到一个Byte类型数组 然后开始运行 完事 里面的那种四个一 玩空图背景 写进来了 是不是 那老师现在把这几个参数给你写一下 第一个参数是什么 第一个参数是 目的地 第二个参数为 是否对词盘上的内 词盘上文件的内容进行覆盖 如果为错 下单 覆盖 如果 如果为错 如果为错 就是什么 追加 在原内容的基础上 追加 如果为错 或者第二个参数 不写 均认为什么 对原内容进行覆盖 就为错的时候 就追加 为false 或者不写的时候 就进行什么 覆盖 你看一下 我没骗你吧 就三句代码 你说老师这好 诉求这三句代码就搞定了 那这是我们的一个叫做字节的输出流 你先下课休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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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